研究表明,地球上每2到4万年发生一次小规模的冰河时期 每10万年就会发生一场大规模的冰河时期 上一次冰河时期发生在5万多年以前 那下一次又会是什么时候? 我们人类还能等到吗? 自从19世纪以来,随着化石燃料使用的增加 二氧化碳的含量升高,而且增长的速度也才加快 目前,全球的二氧化碳含量已经高于过世80万年间的任何值 研究预计,到2100年,全球的平均温度将上升1到4度 这会对南极和北极的冰川造成什么影响呢? 过去的气候变化表明,即使是很小的温度上升 也可能会使南北极开始持续数千年的溶冰过程 到本世纪末,冰川融化预计使海平面上升30到100厘米 这足以影响许多沿海城市和岛国 如果持续数千年40摄氏度的变暖 海平面可能升高10米 伴随着全球温度的高升,我们看到许多现象 南北极的冻土面积大幅缩减 北极熊受苦临巡,忍饥癌恶 还看到更多的极端天气出现 干旱引发的澳大利亚大火,非洲惶灾 越来越多的台风,强降于引发的大洪水 还有频繁的瘟疫疾病 如果我们制止不了全球变暖 终有一天,地球将无法生存 那时的人类又该何去何从 基于对地球过去的气候研究 科学家们对气候的变化有了更多的了解 研究指出,如果我们现在就采取行动 迅速减少二氧化碳的排放量 我们仍然有机会遏制冰川减少 拯救我们的地球 这里是宇宙天文馆,关注我 了解更多宇宙天文知识 我们下期再见